实验4G1G1,反应时间的测定 哇,球来了! 打球的时候,从看见球,判断球的方向等反应,都需要反应时间 让我们借由接齿实验测定人体手部接齿的反应时间 实验器材 实验需要准备的器材为指齿与活动纪录簿 实验步骤 两个人一组 主示者以拇指及食指握住指齿的上端 受示者注视指齿的下端 并让拇指与食指分开约两公分 拇指指尖对准零公分刻度处 要注意,不能碰到指齿哦 主示者放开手指,让指齿垂直落下 受示者看到指齿落下时,要马上用拇指和食指夹住指齿 把指齿滑落的距离,也就是受示者手指捏住指齿的刻度 记录下来 总共测试五次 完成后,计算指齿滑落距离的平均值 再对照反应时间表 就能知道受示者接齿需要的反应时间 主示者与受示者互换 重复步骤一到步骤二 结果与讨论 1. 实验中由接受刺激到产生反应的神经传导途径是什么? 从眼内的受气,到感觉神经元 到大脑,到脊髓,到脊髓,到运动神经元 最后到动气 也就是守顾肌肉 2. 步骤二中 第一次和第五次测试结果是否相同? 如果不同,可能的原因为何? 不相同 第五次接齿时间比第一次时间短 因为反应时间可随着熟练程度提高 而使反应变快 接齿时间变短 3. 不同受示者接齿的平均反应时间是否相同? 如果不同,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不相同 每个人的专注力不同或练习程度不同 都可能影响反应时间